庆祝新北U-bike骑乘破1亿人次 侯市长表示为了庆祝这项记录 特别举办加码赠奖的活动 鼓励市民要多多骑乘U-bike 还有机会中大奖 然而在得知这项好消息的 新庄以及林口等地区议员也到场 轻易相挺 并且广邀市民朋友与市长 一起来节能减碳 朝这个目标来努力 新北市U-bike骑乘量突破1亿人次 侯友宜市长指出 从民国103年启用U-bike首站 包括车辆还有建制站的数据 都已经是全国第一 因此市府特别举办加码赠奖活动 鼓励市民多加骑乘U-bike 还有机会中大奖 新北市有553站的U-bike站 那有16000个U-bike 更重要使用的人次 已经每天达到10万人次 这样一个累积 很快我们就达到1亿人次 1亿人次我们办一个活动 希望每一个好朋友 如果你骑了10次就一次抽奖机会 那骑了20次就有两次抽奖机会 可以抽到我们的iPhone 有我们背包还有帽子 产品500多个 所以希望鼓励大家 多多来骑乘我们的U-bike 庆祝新北U-bike骑乘破译的好消息 包括新庄级领口等地区的议员 也都到场情谊相挺 最棒的一个U-bike呢 这是我们最棒的交通工具 也是我们休闲娱乐 不要忘了哦 有机会的话就去U-bike 那大家一起呢 来欣赏观赏我们新北市的美景 陪同的我们的侯市长跟交通工具 一起来庆祝我们今天就是破译人次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现场呢 市长也亲自来解说 那这个活动的一些细节 那希望呢 各位好朋友能够多多骑乘 除了运动好之外呢 还可以抽到大奖 每天平均有10万人士骑乘 侯游以希望原先以汽车逮捕的民众 日后能够转换善加使用 骑乘U-bike共同响应环保 达到低碳减量的目的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采访报导